家人们,方便面不要直接泡着吃,你就像我这样,准备三个方便面,放在锅里简单蒸一下 学会这个做法呀,出锅瞬间就是夏天必吃的一道经典美食,很多人没吃过也没做过 嗨,大家好,我是小苏 我们先来准备上一些夏天的食材蔬菜,切切成片之后再改造切成细丝 我还搭配了一些胡萝卜丝 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家常美食,点击关注和收藏,想吃不会做的时候可以随时找到我 先把方便面沾上少许的清水,放入蒸锅大火煎上五分钟 这样的水的方便面蒸出来特别湿润柔软,淋上少许的食用油,快速的给它抖散拌匀 这样的方便面吃起来特别筋道 再放上黄瓜丝超过水的豆芽,胡萝卜,调味就放海天的这个好吃的两半汁 它这个里面酱油醋,辣椒以及蒜蓉都有了 都是大厨按照比例精心调配好的 只需淋上这样一串 有条件的加点香菜,花生米 不爱吃辣的朋友可以不放小米辣 就这样简单的搂着拌一下 拌出来的凉面就和饭店一个味儿 其他乒乒乖乖就不需要加了 还可以用它来拌夏天的各种凉拌菜 麻辣爽口蒸过瘾 我来接受 我去 我不客气 我去 谢谢大家